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韩国悬疑电影《火车》 这天,受医医院的老板文浩带着未婚妻善英一同返回老家 在中途休息站,善英让文浩下车给她买杯咖啡 可是等文浩返回后,发现善英人惊蒸发,车上只剩一把雨伞 可是外面下着如此大的雨,自己的未婚妻会去哪里呢 一番缩悬无果后,文浩只能来到警察局报警 面对警察的草草了事,文浩神情有点失控 不敢相信,下一个月就结婚的女朋友就这样突然失踪了 晚上,一脸疲惫的文浩去了善英的家 发现里面一片狼藉,而且属于善英的东西一箭不剩 这时电话响了,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文浩,善英的资料里显示 因为2007年和银行债务关系申请过一次个人破产 而善英就是接到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才匆忙消失不见 这一切都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第二天,文浩就去之前善英工作的公司 找到了善英的工作履历表 他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打过去询问 可是所有公司都否定善英在他们公司工作过 于是,文浩又跑到申请个人破产的银行 工作人员告诉文浩,善英破产的时候 拖欠了银行超过金额8000万 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两年前 善英领取了他母亲死亡的保证金5000万 文浩看着善英的陈述稿觉得很奇怪 因为上面的笔记根本不像是善英签笔写的 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像 对比照片后发现,两人只有身份证号码是一样 其他情况根本不一样 所以文浩的未婚妻身份成疑 可是一个不知道真实身份 父母双亲又双亡 文浩该怎么找到他的女朋友善英呢 文浩走投无路 只能找到退休在家 曾经是中安一线的警察哥哥 宗根 文浩从头到尾给宗根叙述一遍 第二天,宗根就开始干活 看着看似狼藉的出租屋 实则已经将所有指纹擦洗干净 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工作 看来这次老警察遇到高手了 随即找到老同事帮忙 调查了那个被冒用姓名善英的资料 找到善英曾经的出租屋 在这里,老房东给了宗根 一件善英没有临走的快递 他还掏出文浩的未婚妻照片 让房东辨认一下 房东说,没见过 回去后将快递地址拍了下来 而快递里面全是治疗皮肤炎的药物 之后,宗根灭去了那家医院 护士告诉宗根 善英在08年7月份在这里做过治疗 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晚上,宗根开始对比时间线得出了结论 善英在两年前的三月份 在出租屋和工作过的酒店同时消失 而在两个月后的5月2号 出现在现在的住所里 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 另一个善英搬了进来 履地表是假的 银行账号还是使用之前申报过 个人破产的那个账号 也可以说是 这个女人是有预谋的自称为善英 可是真正的善英一出现 就会有人识破这一切 宗根深信不疑 不是事故就是杀人事件 因为真正的善英是在领取高额赔偿金 就突然消失了 然后就有一个顶着善英的名字出现 事实摆在面前 但是文浩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己那个非常喜欢小动物的未婚妻 突然消失了 甚至还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于是文浩开车到了未婚妻的老家 询问村里大婶 大婶说不认识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与此同时 宗根也没有放弃对文浩未婚妻的追查 在宠物医院前台提估的照片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线索 未婚妻很有可能曾经在一家名为 凯琳的化妆品公司上班 在该公司的活动展板上 宗根终于找到了未婚妻的真实身份 小丽 原本人事科科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坚决否认公司会员档案被盗用 可是他哪是老景探宗根的对手 稍微用一点小手段 就承认在一次整理资料的过程中 发现有部分会员资料丢失 但是是极少的一部分 所以并没有追究 而且恰好当时小丽就是负责 整理资料中的其中一员 很快小丽的真实身份就出来了 祖籍晋州 母亲已故 父亲失踪 曾经有一段不到一年的婚姻 于是他俩又找到了小丽的前夫 一次偶然的机会 前夫结识了小丽 小丽的爸爸在晋州开了个小工厂 可是后来生意不理想 就借了高利贷 随着工厂破产 他的家彻底散了 父亲失踪 母亲的尸体在车站被发现 死于白粉中毒 前夫见小丽孤苦无一 就娶了小丽 可是很快债主就找上门 负债女偿 这群混混天天都过来他们家饭馆闹事 很快他们的婚姻就坚持不下去 离婚后 前夫给了他500万 原本小丽打算逃跑 被抓个正朝 天天过得拳打脚踢的日子 还被迫成为小姐 不久后 身无分文的小丽再次逃了出来 在表姐的帮助下 小丽便去了首尔 知晓这一切 文浩也觉得小丽的一生实在是太悲苦了 心中的恨意也减少一些 但是调查还得继续 于是他俩又找到善音的闺蜜 闺蜜说 善音在拿到巨额赔偿金后 就没再联系过她 总跟接着提问 她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闺蜜想了想说 有段时间 善音的信箱会被撬开 信件也会被拆开 还会接到骚扰电话 还给他俩看了善音的照片 其中就有一张小丽和善音的合照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小丽偷了客户资料 在其中选择了一个和自己年龄相近 并且独居的女孩 就是那种失踪 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关注的那种人 因为她需要一个新的身份 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偷看她的包裹 跟踪她 掌握她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 小丽很快就和善音 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于是某天 小丽就将善音杀害 但是小丽现在会在哪里呢 文浩和纵根心有灵犀的 找到一份会员资料 小丽现在一定在寻找新的善音 很快就将目标所定为 同样独居女孩 人尽会 人尽会 并还和小丽相约周末 一起去看电影 而且这三年以来 人尽会也遭遇到了变态跟踪狂 事后调查了商城录像 发现此人就是小丽 第二天 警察在演播厅严密布控 而且善音的尸体已经被发现 与此同时 独自在宠物医院的文浩 听到前台说 医院里的老客户 小胡桃 她的父母都在交通事故中去世 而且准备和刚结交朋友 一起出远门去看蝴蝶 这恰好就符合小丽的作案对象 于是连忙出发 前往龙山火车站 还叮嘱前台 电话通知宗根 文浩先一步来到火车站寻找小丽 一番寻找后 终于找到了小胡桃 掏出照片一看 小胡桃承认和她相对一起 去看蝴蝶的女孩 就是小丽 小胡桃知道真相后 吓坏了 抱着宠物猫 就打道回府 可是在下电梯的时候 遇到了小丽 面对热情打招呼的小丽 小胡桃假装不认识 头也不敢抬一下 小丽一脸迷糊 最终看到正在电梯口的文浩 文浩一把拉住小丽的手 不是你做的吧 你没有理由这么做 小丽却一脸谈道 是我 是我做的 文浩的内心彻底崩溃 不敢相信和自己同床共枕的未婚妻 真的是那个处心积虑的杀人凶手 大声则问 你还是人吗 你到底是什么 我不是人 我是垃圾 小丽淡淡地说道 也许心疼小丽坎坷的人生 文浩紧紧抱住她 甚至最后情感战胜了理智 放手让小丽走 可是宗根已经赶到 小丽在宗根的追逐中到处逃窜 逼到了无路可逃的顶楼停车场 小丽自知自己所犯的罪孽最无可恕 最终选择跳楼而亡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篇按照日本作家公布美雪的同名原著改变 火车来自试教用语 只载着作恶亡灵前去地狱等冒火的车子 公布认为 信用卡是一列诱人搭乘的火车 旅客陆续上车 却不知最后的目的地是地狱